隨著這個確診人數不斷的攀升 所以現在有非常多的人 都是屬於在家裡面自我隔離 而如果說有同住家人屬於確診者的話 醫師就建議了 最好是每天都要做清消 而該如何來做這個清消的動作呢 首先就是可以用1比50的稀釋漂白水 而且呢 首先就是要在這個乾淨處來開始擦拭 最好是能夠停留一到兩分鐘 在第二階段再用抹布擦拭一次 而且每天都至少要有一次的這個動作 並且在這個擦拭的過程當中 要保持空氣的流通 醫師黃軒還有特別提醒大家了 一旦在處理確診家人的物品 或是清消的時候 除了要戴口罩以外 還要戴手套 而且在這個清潔完畢之後 最好是還是要再洗一次雙手 那為什麼每天都要做這個清消的動作呢 因為有相關的研究就發現到說 如果在家呢 使用這個稀釋漂白水來消毒的話 家庭的傳播風險會降低77% 而如果每天都有消毒一次的話 家庭的傳播會從90%降低到10% 已經連續很多天我們的本土確診數都是突破了4萬例 所以有專家就分析說現在幾乎每天都是1.2到1.3倍的成長 不過各界都預估說我們目前整波的疫情還沒有達到高峰 而且呢有很多都是屬於兒童確診喔 所以醫師謝宗學特別點出了幾項的特徵 一旦是小朋友高燒不退 而且有曾經接觸過確診者 再加上快篩陽性的話 他判定說就會是感染了新冠肺炎 而另外呢如果是高燒不退 再加上快篩陽性的話 他也認為幾乎百分之百 在PCR也會出現陽性 另外他特別點到了一項特徵 也就是熱淨卵喔 一旦小朋友出現了這樣子的症狀 就需要高度懷疑說是不是感染了新冠肺炎 而通常呢小朋友出現的症狀也就是發燒喔 但是通常會在兩到三天之內就能夠緩解 謝宗學特別講到了現在中央地方都不想當壞人 也就是不會強力的來限制人流的社交 如此一來就沒有辦法壓低確診數喔 那麼很多家長都在擔心說 現在疫情還在持續的攀升 所以謝宗學呢他特別講到了 現在兒童的莫德納已經開打 再加上BNT也馬上就要到貨 或許家長還是能夠評估一下 是不是要讓小朋友來接種喔 就能夠有效的來降低住院率 好現在呢很多人只要咳嗽以外呢 就會覺得說自己是不是感染了新冠肺炎 但是其實醫生講到了並不完全如此喔 可能也會出現慢性的肺阻塞 因為呢有一項研究是針對了554人來做檢查 發現到說其中的40%呢 他們的肺部年齡其實是比實際年齡還要多出10歲的 如此一來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的肺部是有受損的情形 另外有20%的人呢是屬於高風險族群喔 其中的20人疑似是有罹患了這個慢性的肺阻塞 另外呢有6個人其實是他們有症狀 但是他們並沒有趕緊的來就醫喔 那麼呢出現這個慢性的肺阻塞 是會有什麼樣子的狀況呢 通常初期是沒有症狀的 但是他是會持續的咳嗽 而且甚至會導致這個胸悶出現惡化的情形 尤其吸菸者他們屬於高風險群 但是呢如果吸二手菸的危害 其實是比吸菸者還要大的 那為什麼醫師要特別點出這個慢性的肺阻塞呢 就是因為他是沒有辦法完全的根治 只能透過相關的治療來延緩他惡化的情形 一旦出現血氧濃度降低到95%以下的話 最好是要趕緊的就醫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